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谈一谈鹤这种鸟 仙鹤 顾名思义啊 是一种神仙似的鸟 它绝尘离构 羽毛洁白 身姿秀丽 举致优雅 长 偏然展翅 悠然而舞 充满飘逸灵动的美感 正因为仙鹤有这样的神韵 所以深得魏晋明氏的喜好 符合魏晋明氏神超行乐的审美观念 而且鹤叫声嘹嘹 清丽优远 诗经当中就写到鹤呀 诗经鹤名啊 讲 鹤名于酒高 声闻于也 酒高就是指深远的水边 如此置身于尘世之外 有声明远波的象征意义 当然符合魏晋明氏 心目当中对自己的形象期许 也符合魏晋明氏在乱世之中 必是远获的隐异心态 所以仙鹤不自觉地 就成了魏晋世人喜爱的禽鸟之一 当然 众所周知 仙鹤也是道教神鸟之一 古人称仙鹤为仙人奇迹 悬赏道士仙鹤 无不着眼于此 那么支顿好鹤 支顿放鹤 说明支顿喜欢鹤 支顿这个人是谁 他又是一个怎样的名士 支顿属于《诗说新语》当中 记载不多的几个著名僧人之一 他是一个佛教学者 我们说佛教学者 他来到中国之后 也擅长老庄之学 所以佛道是相通的 那么他喜欢谈旋理 支顿这个人 因为是狱外之人 长得容貌 迥异于中原名士 应该是高眉舍目 大鼻子 有点像今天的中亚的人 那么这样的容貌 被中原名士 色色称奇呀 这个西安就称赞 支顿的容貌 尤其是他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 特别羡慕 说双眼暗暗明黑 孙辍 孙兴公 明士 称赞支顿 棱棱 露气爽 还是双眼有神的问题 那么支顿虽然许身佛门 但信息老庄 支大师的爱好呀 两样养马放鹤 畅游山水 支顿呢 大大小小的鹤 养了一群 整天徜徉期间 当然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比如 有的仙鹤养着养着就飞跑 这实在让支顿呢 支大师啊 特别的郁闷 后来支顿为了防止这些仙鹤呢 飞跑 支顿的弟子呢 就给他出了一个送主意 说鹤不把他的翅膀管 剪短了 这个翅膀管叫什么呢 叫鹤 所以事说新语言语明就记载 支公好鹤 诸 扇东王山有人一骑双鹤 少时赤长欲飞 知意惜之 乃杀其鹤 虚安诸不能复飞 乃反顾赤垂头 视之如有傲丧意 林曰 既有灵霄之姿 何侃为人 作耳目尖环 仰令合成 知是飞去 这个弟子给知大师出主意 说把鹤的翅膀管剪短了 他就飞不起来了 那么支顿呢 也听了这个方法照做了 可是后来发现呢 这些鹤呢 显得特别颓丧 神态不自由 支顿之大师认为 这个仙鹤就应该成云高飞 那是他的本性 那么你把人家翅膀管剪短了 不让他飞 使他成为人的宠物 做耳目观赏 这就是限制了仙鹤的自由 违背了仙鹤的本性 所以这个支顿呢 就不再干这样的蠢事了 让这个仙鹤翅膀管长长了以后呢 让他们高飞而去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这是一种 并非以物易物 而能推济集物的精神 具有物我无别 物我等同的认知 明是 自己向往自由 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 那么也不愿意自己 幻养的宠物被拘束 令其成云高飞 这就是推济集物 那么支顿把这种情感 投放在鹤的身上 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说法就是 尽人酷爱 自己的精神自由 才能推济集物 有着意义伟大的动作 什么动作 放马 养鹤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真自由 真解放 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胸襟 像一朵花似的绽放开来 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 而不置于物 逆于物 体会他深深的境界 我觉得人活到这个层面上 那就叫有境界 那么支顿明白爱其物 应顺乎其道的道理 任由仙鹤自由飞翔 这样的故事呢 其实不仅东尽有 我们说 《沈阔孟西比潭》里边 记载了一个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跟仙鹤有关的例子 就是北宋有一个名士文人叫林布 他隐居在这个杭州孤山 然后呢 他呢 以梅为妻 以鹤为子 这叫梅妻鹤子 终身不取 他不是把鹤当成玩物 而当成自己的知音知己 那么后世就把这个仙鹤当作一种神鸟 以之为飘摇消逸的这种特征 北宋除了林布 还有一个道士 就是云龙山张天记养鹤 他就更加聪明 他养了两只鹤 性情顺良 陷于飞翔 然后呢 他把这两只鹤早晨放出去 晚上鹤归来 于是他就给这个仙鹤呢 盖了一个亭子 叫放鹤亭 如果说张天记 大家并不熟悉 但是放鹤亭 大家都知道 因为大文豪苏氏 为了这件事 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叫放鹤亭记 概括了鹤高杰的形象 鹤不仅高杰 而且连杰 像蝉饮青鹿一样 像凤凰漆梧梧桐一样 他们都是神鸟 于是后代明清时期 文官的补服 衣品文官的补子 秀的正是在云端高飞的丹顶鹤 暗示着官吏做官 应证简清廉 应该有这样的期许 这样的期许 支顿不仅放鹤 支顿顺应物质理性 当然还会养马 支顿养马 并不是让马给他拉车干活 他是喜欢马的神俊 诗出心语言语门当中 说到支道林 道林是他的字啊 支顿长养树匹马 或言道人续马不孕 支曰贫道正其神俊 有人就说 你不务正业 你是道士你养马干什么呢 他说我呢喜欢他的精神 这就是本讲谈道的支顿 养马放鹤 体现了支顿崇尚自由 也推挤极物的道理 挤到了这个鹤和马的身上 当然了支顿是真正的洒脱 真正的看开了真正的逍遥 真正的掩饰吗 这看跟谁比了 如果和另外一个僧人 叫主法身的相比 支顿可能还容易陷入 我执的层面上 譬如诗说新语排条门 里边谈到这样一个故事 说支顿支道林呢 因人就申公买昂山 申公达约 未闻朝游买山而隐 这个支顿想隐居 我们说大隐隐于市 中隐隐于朝 小隐隐于也 支顿要隐就隐罢了 他要买山而已 这有点化地为牢的意思 所以主法身就嘲笑他 我可没听说 许有朝府这样的隐士 想隐还要买山而已 那么这个故事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说到 支顿这个人很有钱 买山而居 古人常说 人者要山 智者要水 未尽名士 活法士身在庙堂 心在山 这对于今天身处于 牢笼之中的世人 我们活得是不是过于物化了 我们活得是不是过于拘束了 即便身体上不能自由 那么灵魂上 我们能不能有那么一日 洒脱一些寂情于山水 这是本讲给大家重要的人生启示 好 今天的讲座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的观看